大家好 今天是11月4日 星期四 今天港股 總算終止了7年跌 這個情況 收市都升大概200點左右 你都可以說是 差不多全日的高位收市 大家如果沒有看過市 即今天可能大家 如果不太看過市的話 基本上又好像沒有什麼 但是 市其實今天大部分的時間 都是處於一個很低位的 拉鋸的情況 甚至乎 倒跌過 跌的原因 今天很有趣 今天跌是因為若明生物 堆下去 今天其實跌很多 它在中段的時間 其實跌差不多一成 大概跌 跌穿了100元的關口位 之後再重新 同一時間 科技股的表現都變差了 即剛剛那段時間 不過收市之前 也有些少了 另外科技股的表現 又好像好一點 最終市就升了大概200點 上來 雖然說升到200點上來 但是勢頭 其實還是一般 至少 我們說 我們說 之前說的五十天線 大概是25,300 這個位置 都還沒有上去 所以 看看今天 即明天的時間 大市的做法 但是 正如剛剛提到 其實市 都是在 叫做美市的階段 才突然之間 踏上去 今天 全日來的 大家如果看著股份 其實挺悶的 甚至乎 今天做節目的時候 大家 基本上聊天 也講過市 的時間 大家都對於市 都完全 好像 都不想看 那樣 真的出現了這麼多情況 所以就變了 看看明天的時間 市的情況 其實 今天都有些消息 大家都知道 今天 就是這個 隔晚的時間 聯絕局方面 有一個 議式會議的結果 一如市場預期,未加息 但買債的規模開始減少 第一回合會減少150億 市場預期,市場預期有很多預測 對於減少買債的規模 150億算不算多呢? 應該是不多不少 不過之後是彈性的 之後的時間,可能就市場的情況 可能有些加減也不奇怪 而且市場本身 其實是在明年的時間,7月份 即是在明年7月份預期的時候 應該會開始加息 你當下年的時間,就會加多0.5厘 即加兩次 當然,這些加,加還是什麼時候加 即是減少買債規模 什麼時候再減少 我覺得是有很多變數的 那你會不會提前加呢? 不敢說 但至少這個市場 其實我覺得聯儲局方面 最大的情況就是管理預期 所以隔晚的時間,美股 你看到是沒有反應的 即是Lasda, S&P, Dao 基本上也是在歷史高位那裡 是不斷破頂的 港股是落後的 而且港股也可以靠科技股 不過,始終就是剛剛提到 其實你的市場 今天有一升的最主要的原因 都是美股的時間 叫做,做得比較好 其實那個市場 真的完全是 今天的時間 是很悶的 所以就 繼續留意 那個市場有沒有機會 可能你說 還有一些 這個外圍方面搜得那麼好 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以繼續追回落後 但是記住一件事 追落後 說了很久了 即是說 美國很強 說過很弱 說了很久了 但是 港股也不要爭氣的 那我看看 之後的做法是怎樣 因為 明天晚上 就是浪翻的數目 即是飛龍的數目 另外就是 下個星期 就有這個 騰訊業績 就是六中全會 這些消息 所以 先留意 相關一些的情況 至於過股 今天 其實很多股份 都很做得不差 即是一些通關概念股 本地的零售股 另外就是 一些新能源 包括有朋友問那一隻 三百零零 你看看今天的時間 三百零零也好 甚至其他的 一些光伏 一些封電 新能源 另外就是 一些儲電 電器設備板塊 都基本上是一升的 有朋友問 就是三百零零 就是保利協欽 如果純粹 以保利協欽的業績去看的話 在今年的上半年 公道說 是不差的 甚至乎 可能因為更多的價格 上去的時間 令它的走勢 或是令它的業績 是標青的 而且你說 這一輪的時間 你看到 光伏股 升了很多 它有條件追回落後 問題就是 追完尾 因為不要忘記 它附近 都星期二服牌 今天是星期四 明天是星期五 那你說 究竟去過落後 追回十年尾 我覺得是追回的 還有 有一件事 它始終都是 比較高負債 變成 它有機會 當它升上去的時間 就會開始 會生鏽 會抽水 所以 你問我這一隻 好不好呢 我對保利協欽一直以來 沒有什麼好感的 即是不是現在這一刻 是一直以來 沒有好感 不關要無事 也可能是關於管理層次 而去管理層次 我就不會買的 當然 股負債也是一個問題 但是 這一隻 如果你有貨的 你就拿了無貨 但是 沒有貨想買的話 不如考慮另一隻 即新特能源 就好似 那個業務的發展 就更加好似 比較實正 所以 沒有貨就選新特能源 有貨就 沒有 都只好 先 有朋友都問一些未估 不過 我想 現在 先說一下 那些股份 因為好像今天的時間 你現有 恆地 今天也跌了下去 但是恆地 大家可能怕它有機會集資 公司剛剛看到它的消息 就是 那些 它有能力短期交付地價 無意公股集資 或者改變派息 可能回應市場 一些一些的想法 就是這樣 今天暫時 我看回 你說現在 今天的股份 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說完這一隻 先說一下 美股 先說一下 我想說 若明生物 若明生物 今天 你看回 它的 筆水 它的股價 股價 跌了很多 今天跌了很多 那 那幾年大家都跌到很害怕 因為它有一下跌穿的百分之下 其實也挺凶狠的 那 現在收市之後 看回 北水的動向 北水的狂沽 不論是深圳也好 上海也好 都是有一個很顯著的 正沽速的情況 反而 兩大 藍籌 騰訊監美團 其實也不是很顯著的 那 若明又差點什麼呢 CIO CXO 這些股份 這一陣子的做手勢 都是比較偏弱的 也有些原因 因為 有一些說法是 約價的下跌 即是我們沒有很多 約價的下跌 約價的下跌 令到 很多公司 可能很多的成本 都可能會想省下一點 那 也可能連帶之下 令到他們 找這個 約名 可能做一些 的臨床測試 可能價 都按下去 還有 有一件事 大家可以上網看看 叫做 PD1 那 這是一個 疗法 就是 像是一些 癌症商 一些癌法 我們正在研究 也可能 這件事 應用在不同的 醫治癌症 的 地方身上 這件事 其實都是一些 可以說 大家要不斷做R&D 甚至 要做一些 臨床測試 但 話說 這件事 內地方面 你的價格 跌得很厲害 可能之前 過十萬 那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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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到現在 可能一兩萬元 所以 可能因為這樣 令到大家覺得 CIO和Sight of 這些板塊 有機會 真的感而受壓 即是 有機會 因為你沒有了 你很簡單 那些藥價 買得不太高 平安之下 很多的原先 可能很多的成本 都變得很緊 就是這樣 所以就變成了 大家 我覺得 認明這些 暫時 都是在 打壓先 大家都知道 最近市場 真是一些弱勢股 可能跌幅 跌幅 有機會 真是未知 反而真是一些強勢 好像剛剛提到 一些 可能你說 新能源 好像電器設備 那些 我還會比較 買一些 大家要選擇股 都可能 集中加 剛剛提到 這些板塊會比較 可能會比較多 那至於 大家問 三個股份 Tesla Microsoft 和Apple 三個公司 如果要選擇的話 怎麼選擇呢 說起來 可能選擇 Tesla 有它的概念 而且 只可以說 它的股價 升得太誇張 所以Tesla 這些價位 我是不敢買的 也升得太厲害 你追不到 那麼厲害 不是說它不會升 但是它的股價升得太誇張 變得很不敢買 那 Microsoft 我也有課 以及我之前也解釋過 它的情況 蘋果公司 不是說它不要 但只不過 就是它可能到了 瓶頸位 因為 以往的時間 你可能靠iPhone 可能 這個 Mac機 MacBook 甚至乎 一些新的產品 帶卸了它的股價 不斷狂升上來 但是有一點點好像 它走了 好像未染條舊路一樣 就是說 很多的產品 已經到了一個樽頸 好像 沒有很大的突破 還有 就是說 它都面對著很多反弄斷的消息 等於 好像十年前的 騰訊 或者Microsoft 那樣 不斷受這些因素 困擾著 所以 所以 你看到它的前景的看法 我反而有少少保留 就是它 不是它不好 但是 可能要等它 它有一些新的觸發點 可能才是一個比較好的 炒作 一些衝擊 但是 它現在比較少 你想想 它現在那些產品 好像你說的硬件那些 是很受到一些 產業鏈的影響 即是工業鏈的影響 其實很大 所以 它那個業績 是有比較多的變數存在著 那 我就比較審慎 對於它 但是 你說對Microsoft Microsoft 一定會購買 我對它看法 也挺正面的 尤其是 當我在這段時間 研究了它之後 更加覺得 它是很好的 這是一個股份 那 我也會 繼續保持它 這樣 Tesla 我已經說了 它 它 聽得太誇張了 我覺得電動車 如果我選擇什麼 就選擇它 還是選擇 這個 比亞迪的話 都不用想 一定選擇它 但這些價錢 真的不敢保持 不敢保持 先等下 那 今天就暫時 就這樣 大家有什麼問題 也可以留言給我 我們 明天再見 拜拜